哈囉 觀眾朋友 早安 6 等 16 分 歡迎收看中天氣上站 我是銀兄 趕快來關心今天的天氣焦點 來關心的是今天低溫冷 嗖嗖啊 因為輻射冷氣還有大陸冷氣團的影響 雙重加發威 但是注意的是天氣也轉到乾冷囉 趕快透過目前最新的低溫圖 來讓你了解今天目前平地的白天 最低溫出現在哪裡 答案揭曉 最低溫 本島地區在南投的11.2度 另外雲林的大安也出現了11.7度的低溫 天氣很冷很冷 記得要像娃娃一樣 多包圍巾 外套厚厚的穿暖暖羽絨衣 還有帽子也記得要保護頭部的溫度了 另外還有關心的是低溫特保同步 目前氣象局也已經發布了 來看是黃色燈號 也就是寒冷的警示 你看台灣這些地方黃色的區域 全部都是今天可能會出現 10度以下低溫的範圍 很冷啊趕快保暖 包括了新竹市新竹縣 苗栗縣台中市 還有昭華縣南投縣 雲林縣嘉義縣 嘉義縣台南市 高雄市花蓮縣 注意囉 這些地區的觀眾朋友幾乎 其實中部的整個台灣 都在非常低溫的範圍 所以今天都可能會出現 10度以下低溫 千萬千萬保暖再保暖了 透過衛星隱途都要了解 為什麼天氣會有這樣的現象 留意受到強烈大陸冷氣團 加上輻射冷卻雙重影響之下 各地氣溫今天早上 清晨還是都偏很低喔 今天的早上一直到中午都可能 剛提到很多地方都有10度以下的低溫會發生 不過中午過後 開始冷氣團慢慢緊弱 換句話說 氣溫開始也慢慢的回旋囉 不過中南部仍然要留意的就是 日夜溫差相當相當的大 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 或者是年紀比較稍長的長輩 千萬注意 一定要做好自己健康保暖的動作了 一周的溫度走勢 繼續來更新了 今天禮拜一對不對 來看看是 其實在禮拜天 昨天的時候很冷很冷 今天禮拜一從今天早上 也還在冷到今天的中午 開始慢慢的回溫了 一直回溫 到禮拜三禮拜四注意了 又是一個轉涼的關鍵點囉 因為白天回溫之後 禮拜三禮拜四 由於受到東北風增長 這個稍微會有涼感 之後又慢慢的會回溫 北部東半部部區大多是多雲偶舉 中南部地區則是相對的穩定的 來關心的是一周的雨勢預報囉 好來開始的時候 今天剛好提到了 這黃色部位很多的部分 都有10度以下的低溫 天氣很冷 禮拜二明天舒服 開始溫度開始來回暖了 北部北台灣雲量也稍微增加 局部會有一些些小小的雨 在北部的地方 中南部都是多雲稻晴 禮拜三禮拜四 東北風增強 而且持續的強度增強之後 是稍微的轉涼 北部東半部是多雲稻晴 禮拜五禮拜六也是橫跨週休 假日的時候氣溫又會再度的回升 而且這個時候東半部會降雨會稍增 東半部在週末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雨的狀況囉 最後透過了小丁寧 帶你來了解今天的天氣重點囉 日夜溫差保暖再保暖 注意呼吸道還有心血管疾病 一定要特別的小心喔 如果天氣冷 你家裡有開瓦斯啦 熱水器啦 電暖器 注意室內要通風 用電的安全 以上是這一節最新的氣象資訊提供給您